高雄鳳山有一起竊道案 有這個攤商的老闆來報案說自己的這個攤位被偷了 透過了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他的店內去翻箱倒櫃 不斷的翻找著這些物品 包括了這個電鍋的下面甚至是琉璃台旁邊 任何有這個抽屜的地方他都一一的翻找 其實這個時間點是在7月3號的一大早 當時這個店家準備來開門的時候 發現自己小吃攤抽屜裡的這個13000元現金都已經被偷走了 後來透過了監視器畫面才發現到這一名男子在凌晨2點多的時候 就騎著腳大車來這邊這裡用螺絲起子撬開了這個鎖頭之後 拿走前箱裡面的財物 警方在當天下午3點左右就在附近的公園 找到這一名涉案的男子並且當場將他逮捕 調查這名男子的身份發現其實他是遭到台南地檢署 依竊道罪通緝的嫌犯 警方除了一切到罪嫌送辦之外 也把人移送台南地檢署歸案 請你暫飲試 感谢观看